这些坚守岗位到最后一刻 将近一千位的收费员过了午夜十二点 就变成了历史的一部分 虽然北台湾这个泰山收费站不会拆 不过号称台湾天下第一站 交接班的收费员在今天回忆过往 赶上落泪 这一声代表着张小姐十二年的收费员生涯 画下句点 大家都反应都很错愕 都很错愕 因为其实很多人还没有办法接受 还是希望说 还是有保留人工收费的车道 收费站营运的最后一天 收费员们趁着交班聊上几句 每个人的年资几乎都有十年以上 聊着聊着 许多回忆意义浮现 代班的话 同时都会很愿意帮你 我觉得这份情意真的 有时候在别的地方 真的很难找到 因为其实 因为我像我的年纪 也是转换过很多工作 然后其实在这边的那个点点滴滴 真的很难忘 林远珠先生是老师 翁十一跟我们在站上有个男生 是对情侣 拆下名条 站长对每个员工如数家珍 除了不舍还是不舍 赶忙在上工前先合照留念 比个夜好了 好 相互拥抱打气 台山收费站的最后一班 一共有八个收费员 他们笑称自己好像是国道上的末代武士 那么久了 突然间也没想到收费这么快 俐落收拾勤务带 打理好收据证明和零用金 国道收费员背着包包 走上收票亭 他们要为庸路人服务到最后一刻 UDN TV 蔡总余嘉宁行北市报道 这期费员 呼吓 海 你